用大筆 那我們繼續做 還是用大筆 盡量用大筆來做 可能在有一些小地方 我們再用一點點小筆 那一樣我們從大的 按的地方 這個時候你如果要 重新再調整的話 現在還可以再調整一下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繼續做下一個階段 例如說 這個 橘子的部分 再來 然後顏色上面 我們剛開始是用 膠折色加一點點 我們繼續 在那個顏色繼續來 膠折色加一點點 永固 永固綠 亮中的永固綠 加下來 繼續加 按的地方 繼續做 稍微做一下 修飾一下 我們上次沒有做完整的 像這邊 按的部分 再稍微做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會再加 其他的色彩進來 現在 我今天以做這邊為主 給大家看就好了 比如說 我下一點紫色 紫色加一點點沙阿耶柏蘭 彩度稍微高一點 好 繞著圈圈做 我現在加一點紫色進來 天然 就沙阿耶柏蘭進來 做在一個暗面的地方 好 這裡 我就換另外一隻 黃 永固黃 加一點點 土黃 加一點土黃 進來 這樣吊子上面 彩度才不會太高 好 這樣一個地方繼續做 好 因為現在已經乾了 好 那不樂斯黃 繞著這個圈圈走 好 最亮的地方 檸檬黃 檸檬黃 那這個暗面的地方 我們用剛才的那隻 暗面的吊子來 加一點點 片草紅進來 加一點綠油 讓這邊暗的地方凹陷下去 凹陷下去 葉子的地方 中間 先刷一個漸層 暗面的地方凹陷下去 暗面的調子 進來 進來 綠 加一點綠色 這三顆 我們稍微分一下 頂子的部分 留下來 好 都是用筷狀去堆成 好 這塊是葉子的影子 我們先留下來 我顏色直接蓋上來 好 頭的這邊 畫一道小小的亮面 它就會凹陷下去了 那個這邊就會凹陷進去 好 這裡面的暗面 顏色太深了 然後 穩加一點點 按著調子進來 慢慢的做一個漸層 好 最亮的地方 檸檬黃加一點點白 好 加一點白色進來 好 最亮的地方做出來 好 最邊邊的地方 加檸檬黃 再收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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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把它畫圓一點 好 好 筆數刷過去就好 好 去堆疊 好 接下來那個葉子的部分 喔 亮的地方 稍微再加亮一點 所以我現在 採用另外一支底 好 葉子上面喔 用 永固黃 加綠 加 這邊是藍色啦 那我加一點綠色進來 我讓它偏暖色調的綠 好 這是轉折的岸面的地方 先做 好 這裡我們上次做的時候 有些地方 不夠 不夠深 我們加一下喔 藍色 加一點綠 這支的綠色 我現在把它 本來是那個 膠折色加綠色嘛 是比較偏膠折色 那我現在把它轉換成比較偏 暗面的綠色 就是青綠色加一點點 剛才的那個 膠折色跟藍色進來 好 這邊的綠色 很容易進來 光 好 這邊的綠色 加亮 加亮喔 加一點白色 一點點白色 這邊 這邊這個葉子 我是 跟照片有點不太一樣 我是自己把它畫進來 好 越靠這裡的地方 這邊喔 加一點白 帶一點黃厚 好 再多加一點 變得亮點 不用用筆 不用用筆 用筆的側面 用筆的側面 把這個亮點做出來 葉子的轉折面 這邊有幾道光 這裡 稍微偏黃一點點 這裡 稍微偏黃一點點 兩面都是亮面 對不對 那接下來下面 稍微讓它亮一點點 我們加一點點白色進來 把這邊下面加亮 好 靠近上面的地方 微微加一點點 檸檬黃進來 白色可以再稍微多一點點 當你拖不動的時候 記得 加一點油去做混合 你才做得出來 譬如說這條線 好 加一點點 土黃色進來 土黃色加一點白 加一點我剛才的色彩 好 讓它色彩變化 再豐富一些些 好 這裡安眠的葉子 用剛才的顏色 冷色調 我們現在要調 讓它亮一點點 加 永固綠下來 大一點點 葛黃 後面這裡 這一葉 安眠的地方 好 用後面的這個暗面 去把前面秤多出來 好 如果不夠亮的話 你就直接加檸檬黃就好了 好 這裡 加 後面有一葉暗的地方 好 這邊跟後面背景 全部混在一起 全部混在一起 好 往前一點點 再加偏黃 這裡 偏黃的顏色 然後下面那個地方 來 用亮的顏色進來 好 接下來 這邊 可能會黏在一起 所以 我們上面這裡 再加亮一些 讓前面跑出來 好 這一葉 再來 綠色 永固綠加回來 讓它的調子 我不會 用同樣一個綠色 從頭一直畫到尾 因為這樣的顏色變化 可能會太少 所以我會一直 有一個 大致上的顏色在這邊 但是會一直在變化 其他的調子 好 葉麥的部分 上一次畫的是 暗面的地方 那我現在把 暗面的地方 低層的留下來 它就會變成 那個暗色的 葉麥的部分 亮的做出來 每一個葉子 除了亮面之外 或者是兩個是暗面 或者是一亮一暗 那你都要再分 兩個葉片出來 不能只有一片而已 有油 好 禮物 有油 有油 好 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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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貼上去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產生立體的效果 一定要是平貼 平的貼上去 然後中間那一道再畫亮一點點 改一點白 這個葉子加一點黃色 這個葉子比較黃 就後面這個葉子稍微黃一點點 整個加永固黃 那個亮的調子 我們盡量加永固黃 或者是葛黃 因為它的顏色是比較偏暖的 那你如果是比較冷的顏色 你就加檸檬黃 前面這一頁的按面 阿妹的地方 先不理它 讓它聯合在一起 掰掰 這個橘色直接加進來 因為直接加進來之後 色彩 才會有一些關聯性的變化 繼續加亮 側筆 把這裡加出來 亮的地方 繼續加 越亮的地方 越厚 它整個的厚度感跟亮度感才會跑出來 旁邊是比較 原來的顏色 中間這個葉麥這邊加亮 它不是很直 有一點彎彎的 上面這裡 顏色比較暗一點點 我們混一下 暗面的顏色調子進來 把葉麥這裡 把葉麥這裡地方 再整理出來 好 下面這邊 彩度太高的地方 我們重新再做一次 按面 好 葉子的地方 繼續加 好 好 好 這葉 出來 好 細節這裡 來 再來 再做 好 好 這邊 整個 按面的地方 好 用按的調子 繼續來 好 好 按面的地方 先都浮在一起 沒有關係 等一下再來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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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影面的連結 在這個焦點地方 我會特別再修整一下 那亮的部分 再加亮 中間越加越亮 最亮的會在這個區域 並不是在最旁邊 這個影子的地方一定要流出來 不然它會少一個光影面 讓那個光線很強烈的感覺做出來 葉子亮的地方 再做 加一點白色進來 葉子亮的地方 而且葉子會反光的很厲害 那我們就在那一點做亮的就好 其他地方不要做太亮喔 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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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的叶片 其他部分 大致上就是依照这样子的步骤 继续进行 一个一个 慢慢的把它给做出来 从暗的调子再整理过一次之后 往亮的调子开始做 像后面的这一颗 颜色上面就对比度不划到那么大 连暗面的地方也不用划到那么深 跟背景融在一起都无所谓 转折面慢慢的做出来 再一点红 这边一个影子 稍微加强一些些 这个影子 把光影做出来 它才会有互相的关系 这个影子的交叠 下面这颗 最亮的那一点 本来话后出来 本来话后出来 稍微让它慢慢做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一直往外做 然后注意色调上面 例如说 这里 上面这边的叶子 有些地方也是偏稍微黄一点 不能整个全部都滤到底 那你还可以加入其他颜色 例如说 我们可以加一点粉红色上来 那我现在不直接用粉红色的 我用调的 所以我用那个我们的芡草红下去调 那我用的时候 笔稍微擦干一点点 把它擦干净 透明的加白 才会得到有点像粉色系的色彩 然后我可以坐在光 这个粉红色我可以坐在光影之处 例如说像这里 坐进来 把它坐出来 让它里面带了一点点 红色的光影的感觉 这是粉色的调子 这里 都可以坐 像这样子就太亮了 对不对 就不行 所以我们再把它加暗一点 红色再加回来 有时候加上去不行 你就再把它抹掉再重来一次就好 掰一点这个调子进去 后面的地方 我拖一点粉色的调子进来 那也可以用 粉紫色 粉紫色的色彩 粉紫色的色彩 再有一些 转折的按面的地方 偷偷的用一下 偷偷的用一下 这样再加进去之后 它不会是只有原来的调子变化而已 还会有多层的 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出来 如果放上去不要就把它擦掉 再重来 最亮的地方 叶子到完全白 发光的地方 下一点白色进来 接下来 亮点的部分 尽量把它做到 每个叶片的变化 尽量把它做起来为主 因为我们的焦点在 这个中间 所以你这边的部分 尽量把它的对比度加强 意思是说 暗的让它暗一点 亮的让它亮一点点 产生的对比度 尽量加强 那背后的部分 我们下次来 就会开始上一点粉色的 慢慢的变化 让它慢慢的 变得不要那么的 就是轻松的部分 不要一模一样 否则的话 你前面这边的主角 就会出不来 就会跟后面的黏在一起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后面的叶子要做 你要做的时候 记得颜色上去 不要太深 通常也是一个粉色的调子 例如说可能是这样 灰蓝色的调子上来 不要让它色彩太过于重 因为太重的话 就会跟前面一模一样 那这样子做起来 它可能前后面的感觉 会差不了多少 后面会稍微换一点点 六微亮一点的调子进来 就是那个黑色 背景这个深到这边 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那个叶子的亮度 可以到后面 稍微亮一点 没有关系 一样的亮就好了 因为你的背景 它的变化度 是比较 就是没那么深 没那么暗 所以你的亮的地方 看起来也不会那么亮 亮的都可以一样 但是你暗的 可以慢慢的变化 退到后面去 例如说 我现在后面的颜色 这边我都采用这样的颜色去做 那你会发现 它这样的变化的 退的程度 就会慢慢慢慢的变化 你看它会慢慢的怎么样 因为那个暗面的地方 比较没有那么暗 那就可以做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把天空 那个亮的部分 发进去 这样就可以结束了 一般的叶子就是 一叶子一叶子一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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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拍那么清楚 主持人 这个最有点收尾 这边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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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这样乱做 我會做一個色彩的變化 一個按面 筆觸盡量刷大一點 我大概是畫到這裡而已 這邊做一個筆觸的收尾 大一點的筆觸收尾 然後把光的地方微微的做一些亮的出來 但是不會做得很明顯 例如說有一些光影的效果而已 其他部分 例如說透一點光 葉子偷一點光進來 但是明暗的變化度 如果可以減弱的話 它就比較不會搶到主角的部分 大致上 做起來 旁邊的部分盡量不要做得太多 你可以畫抽象一點點 這邊 這邊其實有一顆 我就沒有畫了 就把它放掉 就做一個葉子的暗面 還有一些葉子的穿插的感覺 至於是什麼 我們就不用做到那麼的清楚 就把它放掉 重點就在這個區域去做 然後 接下來天空的部分 你只要再加進去 它就 差不多就完成了 天空的部分 例如說 忽然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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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 縫隙 天空的 接下來後面這個顏色 你把它當作 那個 樹葉的剪影 等於你在畫亮的地方而已 畫天空的亮面 那這個就會變成剪影的一個部分 那當你天空畫完的時候 整個物體 就等於是往前面會跳出來 這樣就OK了 大致上 畫起來的感覺效果是這樣 葉片的每一個部分 要盡量多做一點變化 這樣你做起來 它的那個 每頁每頁的細節度才會高 那另外就是說 亮暗面的變化 要盡量要有一些 不能全部都是同一個綠 那偏這邊 比較偏上面這邊 要盡量帶一點暖色調 那如果偏右下角的部分 你盡量可以帶寒色調去處理它 好不好 OK 來 我們繼續 那我現在 大致上 前面部分 我們先不理它 我們先把背後的做一做 那背後的色彩 我們剛才不要跟前面的一樣 所以後面的顏色 我們讓它稍微退到後面一點點 所以在 那個顏色上面 我們先用一些比較 灰的調子 來做背景的部分 對 來沙耶佛藍 加一點點 青綠色 帶 土黃 帶一點土黃色進來 帶一點紅 我讓它灰一點點 它藍色稍微多一點點 顏色加深 加一點白 看看這顏色會不會OK 好 這個顏色會比較推一點點 那我們就上 樹葉亮的地方留下來 這邊我們上次有這樣做的 就是準備讓它做漸層的使用 橘子 就是 越到後面 越小顆 我們上次有提到說 後面不要讓它太大 因為這樣子的話 空間會不好表現 越到後面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讓它退縮到後面去 這邊有一個亮的葉子 那我就留下來 讓它變成是亮的 反折的葉子過來 那後面這邊還有好多顆 我們讓它隱約的在這裡面的去產生它出來 然後這裡也再來 用這邊的顏色把這顆修出來 這樣修這顆跑出來 那這邊 阿妹的地方跟它暈在一起 這樣感覺上面會消失掉 不要太過於清晰 因為太過於清晰的話 就會跟前面的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讓後面的對比度 減弱 讓它越弱越好 越弱越好 顏色上面 我再加一點點藍色進來 孤藍 孤藍進來 孤藍的顏色可能會太漂亮 所以我加一點點橙色進來 沒有橙色同學一樣 就是紅色加黃色 讓它變成 來 樹葉做出來 這顆 你可以再修小一點都無所謂 然後接下來讓它漸層 到原來這邊 帶一點顏色進來 不然的話 前後面的顏色 它會插太遠 所以你這邊 可以把這些顏色 塞在一些角落裡面 塞在這一群的角落裡面 那這樣的調子 感覺上面會帶到裡面來 否則的話 你會今天畫的跟上一次畫的 因為插太遠 所以看起來會很奇怪 把它插進去一些些 這邊我們就暫時先不動它了 好 接下來 我們再加別的顏色 譬如說 我帶一點紫色進來 帶一點紫色喔 灰紫色 來 紫色加一點點沙葉薄藍 讓它彩度拉高 塞在一些比較暗面的地方 塞在一些暗面的地方 好 那再加一點點 紅色進來 加白色 好 讓它一點粉紅色的色彩進來 好 增加色彩的變化度 好 增加色彩的變化度 好 後面的橘子 好 我就用剛才的粉紅色喔 加黃 進來 好 好 讓它彩度不要太高 好 前面的彩度高 讓後面盡量放鬆掉 加黃 加黃 好 用布黃 我剛剛看亮一點點喔 這時候我拿布稍微擦一下 好 後面的橘子喔 不要太亮喔 方會跟前面的太過為相似 好 一樣 繞著這個圈圈做 好 這邊喔 等一下我們加一點橘色進來 然後後面的那顆 拍一點綠 好 我們先下黃 再拍綠 好 讓它綠一點點 然後前面這顆 再加一點檸檬黃 那後面的黃色喔 我們可以 加一點檸檬黃進來 讓它稍微變冷一點點的黃 那前面的黃 我們盡量用隔黃 那後面的黃 你可以帶入那個 檸檬黃的色彩 因為檸檬黃比較冷 它看起來會比較推縮一些些 冷色料會比較推縮一點點 越到前面喔 越到 越到 我們畫到越來越厚的 後面的狀況之下 顏色盡量加厚 越厚越好 加一點白色進來 帶一點綠色好了 讓它帶一點綠 好 那接下來齁 我們把那個 葉子的 像齁 來這裡 有一個葉子進來 好 那邊的地方 好 那接下來齁 亮的葉子 化進來 加檸檬黃進來 我用剛才的黃色加進來好了齁 檸檬黃加進來 加一點白 加一點白 我讓它灰一點點齁 推到後面去 這樣不夠明顯齁 我們再讓它明顯一點 好 這一葉 對 這樣就會多一葉出來 對不對 開始把葉子的亮面齁 做出來 好 我這樣畫喔 就是 這樣一個就是葉子的亮面 好 每一道就是一個葉子的亮面出來 那你去觀察 每一個葉子的亮面做出來 就可以了齁 顏色上面齁 都可以再用亮一點點齁 加一點白 多 那後面葉子的層次齁 不要畫像我們上一次那麼多 因為我們上次畫得比較細 連夜脈都有畫出來 對不對 但是後面這裡 你不要這麼做 因為不然你會 前後面都一樣 那看起來會整個會很相近 那第二個就是說 葉子 那我們剛才橘子是不是 從 到後面越來越小 那你葉子也是一樣 到後面要越來越小 你不能前面的葉子 跟後面的葉子都一樣大 所以這個部分 你自己要稍微做一個 那個大小 後式的轉換喔 阿面這裡 讓它虛掉齁 虛掉多一點點 好接下來再來 再加一點點白進來 幾個比較重點的地方 好 你都可以稍微做一下 好那接下來 這個顏色齁 你可以把它弄掉 我們來畫天空 把天空補起來 把天空補起來 來 沙葉佛蘭進來齁 加白色 加一點佛蘭 先看一下這樣顏色 適不適合 在畫這個時候齁 這樣修起來 這就是一個葉子 對不對 這是一個葉子的形狀出來 這是一個葉子的形狀出來 等於有些葉子的縫隙穿過去 等於有些葉子的縫隙穿過去 看到天空的感覺 有些葉子的縫隙穿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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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地方還是要再加亮一些些 這邊縫隙的天空 稍微加亮一點 盡量疊厚一些 這邊齁 穿插在裡面 這裡面也是一樣齁 不會全部都是葉子齁 還是會有一些天空的地方 再白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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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是一個葉子了齁 就是去修這些地方齁 把那個天空縫隙的地方給找出來 這樣有一個葉子 混著 找過去 當你做的齁 多一點的時候 它看起來齁 就會比較精彩一些 然後葉子裡面齁 不能全部都是冷的吊子 對不對 我們上次有提過說 那我們 加一點點咖啡色的吊子進來 在葉子的案面裡面 這個時候你再用齁 可是你不要一根開始咖啡色吊就用太多齁 讓它有一點互相去影響 好 那接下來齁 等你全部的明暗面齁 都做得差不多 就是 大致上都做到這邊 那你就可以開始再回頭過來 把那個 細節的地方齁 再做一下齁 例如說 以這邊來講 細節的地方 好像橘子這裡 亮的地方齁 在六圍再做清楚一點點 讓它跳出來 給一點亮面的地方 但是這邊的亮不是像這麼亮齁 它只是 微微的一個反光的亮 讓那個 下面的地方 有一點凹進去的感覺 這邊的影子 這邊的影子 不過這影子最好 應該是一剛開始就要畫的齁 不是現在畫 但是我們還是要補齁 補這邊有一個影子過來 把它的形狀略為破壞一下 這裡 一個 這個部分齁 那葉子的部分齁 可以修的話 你盡量再修 把它修的稍微 再交代清楚一點齁 因為你交代 如果每一個地方齁 如果是越前面的地方齁 我會建議大家交代得越清楚越好齁 這邊 這邊 要那一點的顏色齁 好 每一個地方的 變換面齁 再重新 整理齁 但是一樣齁 從前面開始整理到後面 一個一個一個往後做齁 你不要先做後面齁 先 你後面如果整個 做到一個層次都完整了之後 你就回過頭來 再從前面再往後面再做一次 那這樣你的焦點 會永遠都留在中心點 那你的中心點不夠深 你當然還可以再補一下 還可以再補齁齁 不是說 好像我們已經設定好說 按的再補 在下面 在第一次畫 後面就不能補 萬一不行的話 你還是要再補 也就是說 這邊如果不夠深 那你這邊再補 深一點點 讓前面的 銀按的對比度齁 彩度拉大 齁 然後明度差也都拉大 這樣看起來你的前面齁 會比較經常 然後每個葉子齁 有些葉子比較前面地方有厚度 我們上次提過說 那你這個要記得畫一下齁 有一個厚度在齁 看起來會再更亮一些 這個加強 這邊會更跳 再往前跳一個出來 這個地方齁 就是我們要加強的地方 但是你不要同一個顏色 從頭畫到尾齁 有時候稍微這樣偏白一點點 有時候偏黃一點點 不要一個顏色又從頭又加大尾 那你從頭加大尾 那每個地方 又都一模一樣的話 看起來 它又沒有變化了齁 所以這部分 你自己在做的時候 要記得遠遠看起來 都要有一些不太一樣的 調子的變化產生齁 不能畫到最後 欸你最後一層蓋了 你蓋上去之後 怎麼全部好像感覺又差不多了 反正就是因為你最後的那一層的顏色 又用到每一個地方去 所以看起來才會又都一樣 這樣子 慢慢的一層一層 把它給做出來 它裡面的那個葉子的枝齁 那個拉出來的 你不用用小筆去換 你用用大筆 那只是用側面這樣一條 側面這樣一條就可以了齁 那顏色上齁也是可以堆厚一點點齁 然後慢慢的收 把所有的東西慢慢的收 慢慢的整理起來 那記得 前面的東西齁 彩度 前面的東西 彩度齁 變化對比那麼大 然後後面的地方 慢慢的去削弱掉 不要從頭到尾 綠色都一模一樣 那黃色也一模一樣 這樣看起來上面的變化度 就會比較少 而且看起來會比較平一點點 好不好 好 這樣沒有問題